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使皇本记中就有记录 使皇即位的时候 穿过三泉 埋下筒器 而攻向各种机关 如有人靠近就自动射杀 用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利用水的冲力来灌输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人们的智慧是多么的惊人 丝毫不逊于如今 而长明灯就是以人鱼膏为基础 因此有了清晰的灯 从这个历史上中 我们知道用人鱼膏做燃料 也就是蜡烛 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神奇的效果 而古人就有这个智慧 请 这神秘的人鱼膏 有一个统一的论断 但从三秦记长明灯中 从燃料的角度来探讨 专家们还是认为 从极点上看出 一 在古代就有着对鲸鱼的认识 二 鲸油是可以作为燃料的 三 鲸鱼接近人鱼之形态 以及其他一些特征 四 它与焦人传说有一定的神似 说到长明灯 人们马上就能想到 能量守恒且长明呢 我们就知道 明灯的燃料是鲸油膏 那么也要有量与量的可行性条件 如何做到氧气的供应和能量的储存呢 我们知道一头鲸鱼提炼出的油脂 多大数顿 按长明灯消耗之配比 也有着详细的记载说明 难道长明灯也是通过一些系统的控制 进行一系列的动力 更新燃烧供应 以及氧气的供应 这些是人为的因素 靠的是人类的智慧 并非超越自然或者是神灵之说的长明 看来能量守恒定律 是 来就没法打破的法则 而灵幕里的长明灯 就是因这些扑朔迷离的因素 以及古代人民无限的智慧 而长明不灭 给人们带来无限的神秘感 感谢观看